对小人不悟,待君子有礼 待小人不难于言,而难于不恶 待君子不难于功,而难于有礼 对待品行不端的人,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对他们严厉 而在于保持自己,不去憎恨他们 而对待品德高尚的人,挑战不在于表现出恭敬 而在于真正做到有礼貌和尊重 这句话强调了在人际交往中应有的态度和深层的情感控制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际交往中的一种成熟态度 对待不同品质的人,我们的挑战往往来自于 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,以保持一种积极和平衡的态度 在现代社会,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如何正确地对待他们,不仅反映了我们的人格和修养 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健康 保持一颗平和的心,对待每一个人都以礼相待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 也是我们个人成长和精神修养的体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